我是从事赤灰摇杆的 一路火一翻了 那个田就冲了 水退掉以后田在哪儿 那就叫赤灰 这个赤灰摇杆是人类社会发展 要研究自然资源 或自然的活动 或人类活动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现在就把它上升到 是获取失控星系的一个手段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空间 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就是我们讲的那里讲 赤灰 有什么叫摇杆 现在的各种电磁波的传感器 各种手段 包括用白斗去定位去导航 用摇杆去感知地球上自然活动 和人类活动 突破卫星摇杆全球高精度定位 及测图核心技术 率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 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 近日 这位两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采访 2003年 为扭转中国高分辨率摇杆数据 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李德仁牵头联合多位院士专家 向国家提出加强摇杆卫星工作 经过多年前新研究实践 他带领团队突破高精度摇杆影像 处理技术 让中国国产卫星影像定位精度 从陪跑到赶上世界的指标 实现了从有到优的突破 后来我就在2003年跟一批院士建议 孙家东他们建议做白斗 我们建议做高分辨率摇杆 这两个建议都给中央批准 2020年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赶上了世界的指标了 我们的白斗的精度 比美国的级别还是还要好 我们还比它多了一个短包文通信 它没有 我们的轨道选择比它优 从民众的日常出行 智慧城市的构建 到防灾减灾 高分辨率地球观测体系 作用于多个关键领域 技术的突破 不仅摆脱了卡脖子的困境 更实实在在地造福了百姓 比如说你用白斗技术去 在船上去打鱼 发的短包文告诉你 你前面往东南多少海里 有一个鱼场 即便是不可能 你如果在海上头疼 肚子疼 你可以通知我 我用个飞机把人救过来 这些短包文的通信工程 是白斗 白斗做了以后 第一个用户就是 海上的淤米 用白斗是我们自己的 是安全的 近日 李德仁院士 获办2023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谈及团队成果 李德仁难言自豪 能够得到国家的奖励 是我们解决了 这个数据的 接收处理的高精度 要做西部的地图 如果拿到微信 还要去爬山 受不了 我们就做了 不用爬山 把微信上的白斗 机收集 或其他的姿态传感器做好 直接教会目标的坐标 这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高精度 数据处理 机收 能够达到世界最好的水平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世界上 第一个实现的 把人工智能送到天上去 人工智能在天上乘向 找目标 找变化 数据压手 把这个数据包通过 中国的通信微信 传到地面 5G 传到人的手机上来 从事摇杆近60年 如今已85岁的李德仁 依然活跃在科研教学一线 对于获奖本身 他则显得十分谦逊 这个事情是一个多学库交叉 多个院士团体 联合公关的成果 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实惯 和一般年轻的学生 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 我们一样做 而且做了以后 得到了国内外专家人口的 能够解决问题的成果 运动厂商是竞争的 科技里面也是竞争的 所以我们迷取的一段成果 都要小心翼翼的 不要骄傲 不要吹牛 全世界都处于这样一个 你对我敢的阶段 所以这时候得奖 不是终点